家里常用的平板 提款机 甚至是速食店的点餐 触控荧幕成为生活里最重要的生活工具之一 就连汽车驾驶也大量使用触控荧幕提供信息 不要觉得分析师讲话太毒舌 其实他只是反映使用者的心声 根据试调评鉴机构JD Power的研究 调查车主使用新车90天的心得 发现现在车内常见的汽车用资讯娱乐系统 使用经验常常不太理想 触控荧幕也成为车主最常抱怨的项目之一 就连已经熟悉新车使用大约三年的车主 依然觉得配备的资讯娱乐系统并不理想 像是特斯拉等车款很多功能 还不是在荧幕上一按就能到位 必须要经过不少程序 相对复杂的操作方式也导致故障率增加 从2021年到现在 特斯拉就因为荧幕出现问题 照修超过26.5万辆车 但最大的问题是触控荧幕影响行车安全 根据英国交通研究实验室 在2020年的研究 使用这些车用资讯娱乐系统 会拖慢驾驶的反应时间 甚至比边开车边回减讯还要长 大幅增加新车的危险性 心理学家发现 驾驶汽车只要分神超过两到三秒 就会造成危险 但使用这些资讯娱乐系统 有时候甚至要盯着荧幕长达40秒 尤其不少驾驶人年纪比较大 对于这些触控荧幕操作不熟悉 要花更多的时间使用 也严重影响到驾车安全 我们其实看到状态上升 这状态上升了1万万辆车 所以有些事情在发生 让我们的路上更安全 但汽车使用触控荧幕越来越普及 今年有将近八成的车 都是使用中控台面板 而不是以往的仪表板 这种模式通常就是要用到触控荧幕 要让车辆越来越人性 更贴近驾驶的需求 确实得利用触控荧幕 提供更多客制化的服务 尤其对新世代来说 触控荧幕才是他们熟悉的操作方式 但专家直接点破 认为车厂纷纷纷改用这种触控面板的原因 主要就是因为成本考量 为了减少驾驶 是因为触控荧幕分心 业者推出会消失的荧幕 未来还有3D施拟实镜的功能 或是利用立体按钮的触控荧幕 能让驾驶在一瞬间就找到正确的按键 减少使用时间 就有望增加行车的安全性 TVB的新闻综科报导